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男子爱玉做活走,高市男子区公所与原名会经举办在逢后进席千人写爱玉活动,吸引三千多人齐聚翠苹果小,大家动手写爱玉,见走后进席,场面热闹滚滚。 男子区长黄顺曾经举办在逢后进席千人写爱玉活动,集结地方的力量与支持,吸引超过三千人赏花踏行,迎接近全年的春天到来,带动后进席丰富的生命力,将男子打造为绿色环保宜居的新都心。 由原住民休闲运动协会揭开序幕,演出邀请来宾共舞,炒热现场气氛,更在区长黄顺曾带领下推动爱玉,爱玉环保活动,三千多名民众挽起袖子,一起搓洗爱玉子,整个过程去为恒生更认识高市桃园区农业特产原生爱玉高居全国产量第一。 区长黄顺曾指出,大家等待爱玉节,动同时一里一队沿着后进行漫步,欣赏一群桥下的花海,在微风中绽放万子千红,一路步行至得慧桥,民众开心拿起手机,拍下沿途美丽的风景,不忘合照留下纪念。 现场规划原著名特色美食,手工一瓶等摊位市集,民众余见走过后,享用工所准备的售讨点心,还能参加摩采活动,最大想吃精美脚踏车,有的吃又有的拿,让民众大呼过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